小弟因为刚才也做了一个解释 我不知道这个解释能让你满意吗 卖房子这件事情 不是说没有时间告知我们 而是从心里就没想着告诉我们 都问到姑姑了 还说没有 是不是就从心里就不想告诉我们 这几个兄妹当中 谁最有可能是最不想告诉你的那个人 刘弟弟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他在做 就是我们家虽然我最小 就是所有大的事我跑了 但是我都跟大家商量 包括我大哥在也是的 我还去我嫂子因为伺候我爸 我跟他说我要说愿意伺候 我也一块伺候 家里钱就有人说谁伺候谁拿了 但是大嫂刚才有个质疑 她会认为这件事情里面 可能更多的是您在拿主意 包括卖房子 包括没有去告知他们 不是完全我做是我 包括卖房子我都跟大家商量 但是您没有做个大嫂 是 这也是我们不对的 肯定是我们有紧急情况 咱们就得商业需要决定 需要用钱马上就要 可能在这个房子的问题上 其实刚才小叔也说了 的确他们没有告知 然后做得不对 但是我在看你们的反应的时候 我也会感觉到 你们其实对这边是有很多的不信任的 包括您的孩子 婷婷都会觉得不相信 不相信自己这个叔叔说的话 你们这个不信任只源于卖房子一件事情吗 我觉得不是 说的和实际上肯定是不相符 我们就来说说今天这个房子 刚才小叔在解释说 房子卖了很多的时候 是用于这个老人 就是父亲 这个医疗的花销上的 但是大嫂并不相信 因为我爸爸是属于抗日的嘛 他住院的费用应该是百分之百的 反正也很辛苦 补贴什么的 绝对应该是够的 可我爷爷就是日常开销用的 今天就是在这我跟您说一下 就是说我估计我没有具体账目 打击就说在一万块钱以上 您就想想这个频率 大概大薪就几十块钱 为了爸爸照顾爸爸 我不是说跟在这算老爸这笔账来着 他有他的工资收入 够不够 您现在您去顾保姆试试看多少钱 不要说不要说顾保姆 咱们做子女的照顾父母亲 都是应该应酸的 是 应该 是吧 何况他自己还 您希望他们能把我爷爷花销的 就都告知我们 说每天花的钱都得算一下 花的什么呢 有工费 也有自费 安利孙 说质毛萎缩的 八百钱一盒 你听说过吗 我大哥在的时候就开这样 听说过吗 你知道吗 关心过吗 我们家包括我大哥也刺了 也付出了 我的仨姐也付出了 生命的每一刻延续 都是他们用代价来换的 你们双方都是好人 结果现在有这么大的误会 对 然后你付出了那么多 还让那边误解成 误以为你赚了多大的便宜 我必须给你指出来 首先从法律上 首先从法律上 他们是这个房卧的产权人之一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告诉人家 至少有点欠妥 吕律师从法律上 给出了一番专业的解释后 孙家小弟也承认 他们瞒着大嫂卖房的行为 的确是侵害了 大嫂和侄女的权益 那么房子现在既然已经卖掉了 孙家兄弟姐妹 对于卖房款的分配 又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今天呢 既然来到这儿 就是希望你们双方解开误会 对吧 老父亲可能生病 花了这么多钱 大嫂这边并不知道 所以说 如果你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有可能大嫂理解了 反而知道你们 的确有很多的难处 这个是第一个疙瘩 我们先把它解开 再去说说这个房子 现在下一步应该怎么弄 我就说简单说这方案吧 给我吧看病是主要的 给我父亲 还有一个事吧 这个实际上没有明确的字句吧 我母亲父亲 我们生前包括街坊邻居 好多人都知道给我儿哥了 因为我儿哥特别困的 这个大嫂你知道吗 对 不是 我公公那时候在世的时候 因为我爱人问过他 嗯 他说他们不争气 嗯 他们认为这个当时父母有 就是我爱人的时候 跟我说过这句话 你说那个母亲在世的时候 说这个有这个心愿 有这个遗愿 说这个房屋给谁是谁 因为你说的这个 有可能是一个口头遗嘱 说我百年之后 这个房屋归谁继承 但是但是你知道 他难点在哪呢 一定是母亲快去世的时候 或者说说完这句话 就已经头脑不清醒了 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力 在做其他遗嘱的情况下 才存在这个口头遗嘱 我说过好多次 就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 中了弹这就快牺牲了 有两个战士在身边 你说我的财产将来给谁 两个战士作为见证人 在唯一的情况下 才有口头遗嘱 你的母亲很显然 不存在这种情况 因此不存在口头遗嘱的 这成立的可能性 成立都不可能成立 那么更别说他生效了 成立的遗嘱也必须是在 去世以后生效 因此你很难举证 你必须举证明母亲 快去世的时候说的这个话 而且有护士 或者有待会儿在旁边 而不是你们兄弟 姊妹在旁边 而且这两个见证人 还必须是无厉害关系见证人 这是其一 你知道举证是多么难